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3月27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Jennifer 加拿大移民部长宣布开通一条新的移民通道 帮助雇主雇佣有技能的难民 今天加拿大移民 难民和公民事务部部长弗雷泽 在多伦多向企业和部门领导人 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发表主旨演讲时宣布 加拿大将在经济流通通道试点计划 EMPP下启动一条新的经济通道 帮助雇主雇佣有技能的难民和其他流离失所的人 部长表示 加拿大在帮助有技能的难民 在与关键领域苦苦寻找工人的雇主建立联系方面 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同时让新移民有机会在加拿大重新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和生活 我们的政府将继续制定和扩大创新移民措施 帮助雇主解决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并为难民提供安全生活的机会 同时重建他们的生活 移民部在新闻稿中说 移民制度的持续改进将有助于使其更适应加拿大的经济需求和人道主义承诺 经济流动通道试点计划EMPP将技术难民和其他合格的流离失所者 与需要克服关键职业劳动力短缺的加拿大雇主配对 这使加拿大能够欢迎弱势群体 同时使加拿大雇主能够利用尚未挖掘的人才库 从而吸引和留住有技能的员工 新闻稿说 加拿大政府通过建立新的联邦通道来扩大EMPP 新的通道将补充现有的EMPP通道将于今年夏天开放 新的联邦通道将为雇主提供更多机会来填补各种需求旺盛的工作岗位 包括护士助理、个人支持人员、成绩护理助理、软件工程师、网页设计师 机电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教师、旅游和酒店工作人员 以及卡车和快递服务司机 EMPP计划为雇主提供了另一种途径来满足他们的劳动力市场需求 同时为EMPP候选人提供了一个在加拿大与家人安全地重新开始职业生涯和生活的机会 此外EMPP计划现在将包括一种更灵活的资格审查方法 允许缺乏持久解决办法和需要国际保护的其他流离失所者申请 有关新的联邦通道的更多信息包括资格标准将在未来几周内在EMPP网页上提供 另据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的消息 政府发起一项名为《加拿大未来移民制度》的倡议 让广泛的合作伙伴和持不同观点的利益相关者参与 帮助为移民系统如何加强全国各地社区的愿景提供信息 该倡议还将包括对现行政策和项目的审查 作为这一举措的一个重要部分 移民部长弗雷泽今天宣布启动一项公众调查 收集任何对移民感兴趣的人的意见 此次调查将于2023年3月27日至4月27日进行 加拿大联邦自由党政府预计将于周二、3月28日公布2023到2024财年的预算 以下是可以期待的三件大事 第一项为清洁经济投资 渥泰华预计将在即将到来的预算中 对清洁能源和技术进行大量投资 因为它试图在向绿色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保持竞争力 加拿大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美国 美国政府去年夏天决定在10年内投资近4000亿美元 用于降低通货膨胀法案 该法律针对与清洁经济相关的关键领域的投资 关键矿产、电池制造、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 包括清 作为加拿大努力跟上的一部分 政府预计将在预算中引入新的税收敌面 以鼓励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第二项是负担能力的承诺 自由党试图发出信号 表示正在为因生活成本而苦苦挣扎的弱势加拿大人提供更多帮助 在安大略省奥沙瓦发表的演讲中 上周一 财政部长方惠兰表示 预算将包括有针对性的通胀缓解措施 但他警告说 联邦政府没有能力就全球通货膨胀导致的物价上涨 向所有加拿大人进行补偿 新民主党呼吁联邦政府延长秋季提供的商品及服务税退税的临时措施 最近 当被问及可能采取的行动时 总理特鲁多不愿透露是否有可能 新民主党领导人藏敏诚也呼吁联邦资助学校午餐 在美国决定打击隐藏和意外消费者费用之后 联邦政府打算在预算中加强对垃圾费用的打击 最后一项是大笔医疗保健支出 上个月 联邦政府在未来十年内向各省和地区提供近2000亿元的医疗保健资金 这些协议的支出预计将在即将出台的预算中分配 然而 新民主党同意在关键投票上支持自由党少数派政府 以换取在其优先事项上取得进展 但他们寻求在健康领域获得更大的承诺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 自由党已经同意在今年创建一个由联邦政府资助和管理的牙科保健计划 该计划将取代在秋季推出的面向低收入家庭儿童的牙科福利 该协议还要求自由党通过立法 在2023年底前制定一项全国药品保健计划 近期有农业专家预计 随着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关键的农业种植区域遇到洪水灾害 生菜的价格可能在下个月上涨 并且在这个夏季期间都可能持续走高 这是近来极端天气影响食品链的一个典型例子 据家通社报道 每年都有大量生菜和北美居民常吃的其他蔬菜 种植于Selenas Valley山谷 然而自年初以来 该地区一直遭受着严重的降雨和暴风雨袭击 生产经销商Fresh.Fruits的全国采购人员John Bishop表示 所有这些额外的降水都淹没了田地并延误了种植 Bishop说道 这导致了数十万元的农作物损失 这非常令人担忧 他说道 去年秋天在Selenas地区发生的病害已经影响了生菜作物 导致原生菜和罗马生菜供应严重不足 价格持续高涨 加拿大的消费者在超市里也注意到了这种情况 Bishop认为 这种情况是他多年在生产行业中从未经历过的 每年11月 生菜和其他一些蔬菜的生产都会被转移到较暖的沙漠地区 特别是在亚利桑那州的亚木地区和加利福尼亚州的Imperial Valley地区 到了4月份的第二个星期 大部分生产将回归到Selenas地区 但是今年春天 这个地区还没有准备好 但Bishop预计 供应之间的重大差距甚至会持续到7月 农业通常会采取各种办法来应对恶劣天气 加拿大生产业市场营销协会主席Ron Le Maire说道 目前 加州的农民正在运用他们所有的办法来减轻雨水带来的影响 他说 但是未来几个月的产量仍然会减少 这通常会导致价格上涨 天气是除了运输成本外影响物价的一个最重要因素 安省分销商Mr.Produced联合所有者Rich Donkey说道 因此农业会投入更多到可控环境的农业 例如温室种植和垂直农场Bishop说道 这几天 一位澳洲女留学生高调炫富 自称爷爷是前交通局局长 家有资产九位数 十几套房 她还恶毒地痛骂质疑她的网友是低见老鼠 底层见数 下等人 一时间引发全网暴怒 很快登上热搜 这个女留学生的微博账号叫北极年鱼 她在和网友交谈时得色自己已经润了 在澳洲留学 她新浪微博的IP地址也显示她人在澳大利亚 有网友爆料称 北极年鱼就读于悉尼科技大学 最近几天 北极年鱼在微博上频频与网友对骂 随后她就在微博上高调炫富 自称我只知道我家有九位数 我想混哪个平台就哪个平台 想在哪个国家就在哪个国家 九位数是什么概念呢 那可是上亿人民币呀 网友顿时觉得 这个北极年鱼不简单 不仅如此 北极年鱼还用了很多极具侮辱性的语言攻击网友 言语中也有不少涉嫌侮辱国人的用词 简直不堪入目 我爷爷当局长时 你爷爷正在大街上给人修脚 高调炫富的言论更是随处可见 网友发现 北极年鱼在微博上还曾晒出多张家中长辈的照片 例如 在他的个人主页上有不少他爷爷公派出国的照片 还说感觉贪了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 他还甩出了爷爷的会议记录 套用最近很火的电视剧狂飙 让网友拿去给安心 看能不能查出来什么东西 都不需要网友申巴 北极年鱼直接说出了自己爷爷的名字和职务 逐渐地眼看事情越闹越大 北极年鱼也害怕了 他清空了自己的微博 并把拟称改为123揍14 北极年鱼的爷爷钟先生也不得不出来回应了 钟先生表示 自己的确曾任深圳区籍交通局局长 孙女的网络账号也确实是北极年鱼 但网络上部分言论为网友造谣 也出现了冒名顶替账号 钟先生称 自己是老老实实就这样干到退休 孙女口中家中有九位数字存款的说法不识 她现在正因为其争议性言论哭得一塌糊涂 钟先生还补充说 我也写了材料给领导 一定要调查清楚 怕影响我们单位生育和孙女读书 北极年鱼这一波实力坑爷的操作 引发了深圳市纪委对他爷爷的调查 3月24日下午 深圳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表示 关于此事目前已有部门正在处理当中 将会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在北极年鱼词条冲上微博热搜之后的24日下午 北极年鱼的新浪微博账号也被封禁 数大烧风 北极年鱼引发的风暴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平息 稍后又有网友举报北极年鱼爷爷 中某某一次曾注册了千万美元的公司 据新明周刊起查查APP显示 与中某某同名人员曾于2003年在广东省清远市 注册成立金域远东阳山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200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均为中某某 起查查信息显示 该公司所属行业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由中国香港企业金域远东集团有限公司全资持股 其成立时间为2001年3月 解散时间为2007年11月 此外 金域远东有限公司显示已于2007年4月被吊销 神奇的是 2007年刚好就是北极年鱼爷爷退休的那一年 不少人觉得 现在的官二代官三代应该学会低调了吧 没想到这么快就又来了一个孙女炫富坑爷的 网友们纷纷表示 看起来反腐还要靠家属啊 这样的孙女不妨多来一些 以上就是本期港王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